干净世界和油管的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沐阳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今天是美东时间5月27号星期六 亚太时间是5月28号星期天 今天是周末 本来我还担心像以往一样的没有什么吸引人的话题 可是没想到今天一下出来两个 一个是河北省廊坊大城县的一个派出所 发生了爆炸 爆炸的威力巨大 而这个真相我们已经挖出来了 另一个是美国抓捕起诉了两名中共特务 这两名特务的犯罪细节 已经被美国司法部给公布出来了 以及他们的真实背景资料我们也给挖出来了 其中有一个叫陈军的南加州的侨领 这个人背景是相当的深厚 相当的惊人 甚至还曾得到了胡锦涛和习近平的接见 我们今天就会详细的说说这两个话题 因为是周末嘛 所以时间我们可能会占用稍微长一点 也是为了把这个事说得更清楚 让大家听得更明白一些 所以请大家能够谅解 我们先来说河北的这个派出所爆炸 昨天下午4点多 河北省廊坊大城县脏屯派出所发生了爆炸 官方在今天通报说 警察对涉嫌非法买卖的烟花爆炸 进行取样鉴定时发生爆炸 导致4人死亡 2人失联 5人正在救治 大陆上游新闻从权威人士处得到消息 遇难和失联的人员多是警察和辅警 目前 赃屯派出所周边区域依然在封锁中 据大城县公安局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对官方的说法 我们仅仅就能知道这些 但是官方的这些模糊的说法却带给我们不少的疑问 分析下来觉得这次爆炸可能并不简单 第一 究竟有多少人伤亡 从当局的这个通报看 现场至少是有11个人 其中4个人已经死亡了 两个人失去了联系 5个人正在救治 从官方通报的来看 这11个人当中 9个人已经是找到了 自死无伤嘛 但是另外两个不知所踪 当局说是失联 其实与其说失联呢 真的不如说是失踪 那这两个人去哪了呢 失去联系意味着什么呢 今天有当地知情人向我爆料 两名失联的人已经被炸没了 找不到人影 只能说失联 我也看到疑似知情的网友在网上发帖表示 那两个失联的人被炸飞了 四九大洲在今天的报道中也指出 烟花爆炸至六死五伤 所以咱们综合来分析 这次赃屯派出所的爆炸 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六人死亡 五人受伤 至于现场还有没有其他人 目前还没有办法确定 第二 死伤者都是谁 他们是什么身份 根据上游新闻的这个报道呢 遇难和失联的人员多是警察和辅警 上游新闻是从权威人士那里得来的消息 但是权威人士是谁 报道中并没有透露 这位权威人士使用了多是这个词 对这个词大家怎么理解呢 是不是意味着死伤者当中除了警察和辅警之外 还有其他身份的人呢 这个或者是这些其他身份的人 现场有几个呢 他们是谁呢 这些都是非常可疑的 另外还有一个很可疑的现象就是 据那位权威人士表示 目前赃屯派出所周边区域依然在封锁中 有一位商户也提到了赃屯派出所周边区域被封锁的这个情况 这位商户的店铺距离派出所大约有100米左右 所以呢 他表示商铺虽然没有受到损害 玻璃也没有震碎 但是现在回不去商店 为什么呢 原因是派出所附近的区域都被封锁了 爆炸是发生在派出所 而且是昨天下午4点左右发生的事儿 如果是事发当时封锁了附近区域的话 这个倒不难理解 但是这一天多的时间过去了 为什么还要封锁周边区域呢 这次爆炸是不是有引擎呢 第三 究竟有多少烟花爆炸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威力的爆炸呢 今天下午大晚新闻报道说 爆炸事发地是一层方形建筑 他们通过无人机对现场进行观察发现 有部分建筑已经完全坍塌 派出所内有挖掘机等工程车辆现场进行清理 有网络视频显示 赃屯派出所对面的联通营业厅也受到了爆炸的冲击 窗户玻璃被震碎一地 地上都是玻璃茶子 还有大量的网民表示说 就在我们附近听到巨响了 房都炸平了 这得多大的爆炸呀 藏屯派出所附近的一位女商户呢 对上游新闻表示 爆炸当时她正在店里边 迷迷蹬蹬地睡觉 突然被轰的一声炸醒了 这位女商户赶紧跑出了店铺 后来才知道是旁边的派出所里发生了爆炸 有一位商铺的老板 今天向大陆封面新闻介绍 爆炸当时呢 她正躺着休息 突然听到巨响 先是咚的一声 随后不止一声 这位商铺老板跑出来站在路边 响声还没有停止 她说不是明显的爆炸 只有响声 没有其他的火光浓烟 站在路边看不到里面 有当地受访者向大纪元提供画面显示 有现场人员被炸的血肉模糊 因为画面太惊悚 请原谅我不能在油管这边呢 展示给大家 这会触犯油管的游戏规则 大家如果想看呢 请到干净世界的新闻看点频道去看 我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进行展示 但是呢 尽管如此 我也会给这个画面打上一点马赛克 以免引起大家的不安 但是仍然可以看到那个画面的惊悚 从这些诸多方面的说法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爆炸威力很大 大家想一想 这得有多少的烟花爆炸才能产生这么巨大的威力 以至把人都炸飞了炸没了 房子都炸平了 自由亚洲得到匿名消息 藏屯派出所储存了从去年底以来没收的烟花爆炸 价值至少数十万元 甚至上百万元 派出所空着的房子都放了烟花 他们一直没有销毁 而是一直在进行私下交易变现 导致了这次悲剧 第四 为什么是派出所警察鉴定烟花爆炸 为什么鉴定当中会发生爆炸呢 根据官方通报 派出所警察对涉嫌非法买卖的烟花爆炸 进行取样鉴定时发生爆炸 也就是说爆炸的原因是 警察对烟花爆炸取样做鉴定 有一位网友写了这样一句话 作为军工出身 一看就是违规操作 第一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 第二没有防暴措施和技术 第三没有应急预案 也有专业人士表示 对毅然易爆品的抽样检验鉴定 都必须是专人负责 在专业场所进行严格限制人员进出 而且确保没有明火火源 而从当局通报的这个伤亡情况来看 现场至少有11个人 而且鉴定现场出现了明火火源 才可能导致这个烟花爆炸爆炸 特别是派出所 根本就不是鉴定烟花爆炸的场所 警察没有专业知识和经验 我们都知道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比如我是做自媒体的 我是了解大家对哪些话题感兴趣 但是你让我去给水质化验有没有受到污染 去研究母猪生育的问题 我做不了 警察也是一样 你让他们去抓骑电动车送外卖的小哥 或者是让他们去抓一个像雷洋那样所谓的嫖娼 这些他们都是内行 但是鉴定烟花爆炸 这是专业人士的活 不是谁都可以为别人指明方向的 他们不具备金正恩那两架子 大家知道这个炸药分为很多种 如果按照用途来分类 可以分为起爆药猛炸药和发射药等等 如果按照化学成分来分类 可以分为单一化学成分的单支炸药 还有多种化学成分的混合炸药 如果按照使用条件 那就可以分为是安全炸药和非安全炸药等等等等 非常多 这么多专业性的东西 派出所警察不是专业人士 他们干得了吗 完全是胡扯吗 这极有可能是当局一个掩盖真相的说法 自由亚洲引述匿名人士透露的消息 警察在烟花仓库里吸烟引发了爆炸 也就当地的村民对大纪元表示 不是提取东西是不小心点燃了 是警察烟头没灭点燃的那个警察也死了 关于河北廊坊的这个派出所爆炸案 我们就了解到这些情况 那下面呢 我们来跟大家再分享另外一件事 另外这件引起轰动的事 也是相当值得重视 昨天美国司法部啊 发布新闻稿表示说 已经对两名居住在洛杉矶的中共代理人 进行了抓捕并起诉 因为他们涉嫌参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试图剥夺美国法轮功学员经营的实体免税地位 这件事之所以引起轰动 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这是美国在加大对中共代理人的打击力度 对中共间谍中共特务打击力度是越来越大了 另外一方面 也是更主要的一方面 这是美国第一次直接针对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分子进行的抓捕 也就是说 针对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分子 美国终于直接出手了 昨天下午已经70岁的陈军 在出庭聆讯之后 现在一直被羁押当中 法官对他不予保释 另一名被抓起诉的43岁的林峰还没有进行聆讯 但是估计时间不会拖太久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指控 这个陈军和林峰两个人被指控犯下了四项罪名 第一项就是为登记而串谋 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以及贿赂公职人员的罪名 这项罪名最高可以判处五年监禁 第二项是在未通知司法部长情况下 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的罪名 这项罪名最高可以判处十年监禁 第三项罪名是 贿赂公职人员的罪名 这项罪名最高可以判处十五年监禁 第四项罪名是 共谋进行国际洗钱的罪名 最高可以判处二十年监禁 这四项罪名啊 甲珠都是顶格来判罚的话 那么陈军和林峰这两个人 他们最高将面临着五十年的铁窗牢狱生活 陈军今年已经七十岁了 五十年对他意味着什么呢 他还能看到自由的天空吗 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而林峰的情况也将同样的悲惨 甚至比他还悲惨 林峰今年已经是四十三岁了 特别是林峰现在仍然是中国公民的身份 他还不是美国籍 他只是持有美国绿卡 那么他在监狱里服刑 五十年之后 美国一定会将他给驱逐出境 就算他在监狱里面熬过五十年 到时候他出狱已经是多大了 已经是九十三岁了 那个时候他对中共来说 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 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那中共还会理睬他吗 这似乎是天方夜谭 不光中共不会理睬他 大家想想他的家人很可能也不会理睬他 因为他的不光彩的历史很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家人 所以那个时候的林峰啊 很可能会是老无所养老无所依 当然了我说的这还是最严重的结果 即使是处罚轻一些 我们给他的这个刑期折半好不好 就算二十五年 大家觉得可能会减少这么多吗 会减少一半的刑期吗 我们把这个疑问先放下 不管就说 就算是二十五年的牢狱生活 那他们的后半辈子也就算完蛋了 他们的可耻经历 对他们家人的影响是一样的大 因为谁都知道 他们在美国做监牢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他们是中共的人 他们在为中共卖命 从中共那儿拿取好处 然后迫害善良人 大家知道现在的整个国际社会啊 对法轮功的态度越来越正面 法轮功学员们的表现呢 已经是得到了越来越多主流社会的认可 很多那些主流社会的人 一提到法轮功的时候 都是带着一种恭敬的这样的态度说话 而陈军和林峰却配合中共 要在美国对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 这个可耻程度 远远超过那些偷窃啊 抢劫啊这样的一些行为 所以呢我认为啊 他们的家人一定会因为他们的可耻行为 抬不起头来 另外 这件事呢也再次印证了我的一个说法 就是谁跟着中共走 谁为中共做事 一定没有好下场 陈军和林峰被抓 被起诉 面临着重刑 这就是两个活生生的例子 那么这两个人他们具体都干了什么呢 司法部的通稿当中提到啊 说今年的一到五月期间 陈军和林峰按照中共政府的指示 这其中包括听从一名已经确认身份 是中共政府官员的命令 在美国境内推动中共 跨国迫害 骚扰法轮功学员 作为中共打压法轮功的一部分 陈军和林峰参与了一项中共直接策划的计划 试图操动美国国税局的举报程序 以剥夺法轮功学员运营和维护实体的免税地位 陈军先是向美国国税局提交了有缺陷的举报人投诉 随后他又和林峰一起 向一位国税局人员行贿5000美金 他们还向那位国税局的人员承诺 说如果能得到更多的协助推进投诉的话 他们将支付更多的钱 就在这个计划实施的过程当中 陈军在一段电话录音当中明确说 这些都是由中共政府指导和资助的贿赂行动 目的就是为了执行中共推翻法轮功的目标 在美国司法授权的窃听录音电话当中 陈军和林峰讨论了他们从一名PRC官员1 那里得到的贿赂计划指示 然后他们为了逃避侦查 删除了从PRC官员1那里得到的那些指示信息 陈军和林峰还说 如果贿赂那名国税局人员的会面没有按照计划进行 那么会向PRC官员1发出提醒和警报 这两个人还提到 这个PRC官员1是负责这项针对法轮功的贿赂计划的 中共政府官员 今年5月14号 陈军和林峰两个人一起 在纽约纽宝跟那位国税局的人员见了面 期间陈军给了国税局人员1000美金现金 作为第一次的贿赂款 当时陈军还明确提到 还将支付总额为5万美元的费用 作为启动对法轮功训员运营实体进行审计的酬劳 另外还提到说 如果举报投诉成功 还会将国税局给举报人奖励的60% 给那位国税局人员 过了4天 也就是到了5月18号 林峰在肯尼迪国际机场又给了4000美元现金 作为推进这项计划的额外贿赂款 据旅居美国的陈闯创律师介绍 陈军还曾去天津领取了经费 然后又回到了美国 陈军和林峰自以为很隐秘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那位国税局的人员恰恰是FBI的卧底特工 拿到了他们实时贿赂的物证 又收集到了他们秘密的电话录音 两大如山的铁证面前 FBI终于在昨天收网了 在他们各自的家中 联邦调查局的警员给他们戴上了手铐 检察官威廉姆斯对大纪元记者说 陈军和林峰应中共政府的要求发起一场运动 意图影响美国政府官员进一步推进 中共政府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镇压 威廉姆斯指出 这种操纵和使用美国政府避绑机构 来实现中共政府专制目标的行为 既阴险又令人震惊 他说我的办公室将积极开展工作 防止恶意外国渗透 美国司法部长加兰说 中共政府试图在美国针对批判中共的异议人士 他们是屡试屡败 司法部长继续调查打败和起诉中共政府 试图让异议人士晋升 并将他的政权影响延伸到美国领土的行为 我们将永远不会停止捍卫美国领土上 每个人应享有的权利 其实陈军和林峰这两个人 他们真的是都有一定的来头 我挖掘他们的一些资料 发现这两个人背景都不简单 先说陈军 陈军是出生在天津 1969年他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大学 附属外国语学校 随后到1975年这段时间 陈军是在中共航空兵四十六师服役 驻防在原国防科工委第20基地 国防科工委 他的全称是中共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是中共国防部 中共科委等等这些部门在1982年组建的 是双重隶属于中共国务院和中共军委 专门负责管理各有关工业部门的国防科研 军品生产和军品外贸 国防科工委下设有几十个训练基地 而陈军当时驻防的这第二十基地 就是指的中共在甘肃九泉的那个卫星发射中心 也叫东风基地或者是叫东方航天城 九泉发射中心这是中共最早建成的 运载火箭发射实验基地 1998年九泉发射中心 又划归到新组建的中共总装备部 2008年中共撤销了国防科工委的建制 九泉发射中心又随着中共总装备部 转入到了中共战略支援部队航天系统部 也就是说陈军不仅是中共的军人出身 而且他具有中共国防科工航天系统的资深背景 这是一个有专业经历的人 1975年开始陈军是进入到了外贸专业公司 他历任中国机械进出口天津公司的 翻译副科长等等职务 后来被任命为是天津市政府 驻美国西海岸贸易总代表 1992年陈军移民美国 有网络爆料指出 这个陈军移民美国使用的是六四学卡 在美国留下来的 并在后来入籍成为了美国公民 那么这个六四学卡是什么东西呢 大家知道1989年6月4号 中共在天安门制造了六四屠杀惨案 当时中共是动用坦克和机枪屠杀了 一万多名北京市民 当然主要是各个大学的大学生们 在那一事件之后 有很多的学运领袖或者是一些学子们 逃到了美国 然后美国对这些人给了一个特殊的身份 就是通过六四学卡 让他们留在美国 并且入籍美国 而这个陈军就是借着这个由头 留在了美国 并且在后来入籍美国公民 也就是说陈军是借用着六四这件事 入籍美国的 1996年陈军创建了美中工商协会 他自任会长 2005年他又跟人一起联合 创建了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 他是任常务副会长 2004年一直到现在 他一直都是中共侨联海外顾问委员 2008年到现在 陈军任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 2008年至2017年 他任中国海外交流协会理事 厂务理事 美国美达公司董事长 中美合资上美五金制品公司董事长 还有中美投资顾问委员会主席等等 此外这个陈军的头上还有一大串各种头衔 像什么 天津海外联谊会的会长 天津同乡会的会长 中华海外智库执行长等等 所以陈军被看作是洛杉矶的头号亲共侨领 又因为他有中共的军人经历 和中共国防科工航天系统的背景 所以陈军又可以说是一个绝对专业的间谍 是中共的高级间谍 据天津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网站2014年报道 陈军还曾得到了胡锦涛 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 不过 据一位跟陈军打过交道的法轮功学员介绍 这个陈军其实是一个很笨很蠢的人 每次法轮功举行活动 陈军都去捣乱 但是他都是被驳得哑口无言 连声称是 但是下次他还是接着去 就是这么个蠢 就是这么一个无赖的东西 网上流传着这么一段2019年的视频 显示这个陈军站在街头 手里边拿着扬声器 对着著名雕塑家陈维明等人叫嚷 大家来听听他说的是什么 还有709的律师 为什么要问我们是公民还是绿航 我告诉你 你是在美国的国际下 你终于美国 我告诉你 你离我一个安全的距离 你离我安全的距离 我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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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如果是中国的护照 嗯 你知道我们现在把你拍照下来 嗯 你永远会回不了中国 好 我们现在拍照你 我们现在拍照你 我们尊 大家通过他喊的这番话 看看这个陈军是不是的确够蠢 站在美国这片自由的天空之下 他却帮着中共去推行红色意识形态 所以我真怀疑中共是怎么选定他来做间谍的 当然了中共手底下都是这样的人 除了蠢的就是坏的 所以中共也挑不出人来 挑出任何一个人来基本上都是这样 咱们再说这个四川人林峰 林峰他现在是南加州爱国护港青年大联盟主席 这是他的现任的职务 据亲共的媒体报道 林峰现在是中共眼中的大红人 大家知道爱国护港青年大联盟 这是2019年9月7号成立的一个亲共组织 林峰是任首任主席 作为当时筹委会主席 林峰在成立大会上把香港市民称为是激进分子 把香港市民的和平抗争称作是暴力事件 据中共媒体报道说 林峰当时表示激进分子们围堵交通破坏公共设施 非法储存危险物品和攻击性物品 用致命手段袭击警察 对不同意见者进行言论和身体攻击等等 大家看看林峰所说的这些话 全都是中共倒出来的那些东西 全都是中共吐出来的垃圾 他拿出来了食人牙慧 根本就是无视香港市民的那种和平理性 把中共港共警察对香港市民使用的卑鄙流氓手段 全都倒扣在了香港市民的头上 完全是颠倒了黑白 而当时林峰是得到了陈军支持的 此外还有美国中华团体共产联合会会长罗文正 美国华人华侨联合会创会理事长江小冬等等 这些人也倒会力挺林峰 我们从这些情况看 的确与美国司法部所说的情况是吻合的 林峰只是陈军的一个助手 或者说是陈军的一个小马仔 但是通过林峰的这些表现 我们看到他似乎很努力 正在利用他早前当运动员时的影响力 和他的身体素质在引起人们的重视 特别是引起中共的重视 1979年10月出生 林峰身高1米80 他曾经是自行车运动员 2006年他曾经得到过一次 亚锦赛男团竞赛第一名的成绩 大家都知道搞体育的人四肢相对都发达一些 所以林峰在移民美国之后 做起了保安 因为他的身体素质不错 所以经常为明星名人做晋身保镖 他自己说 为明星名人做晋身保镖 比普通保安高出至少一倍半 大家知道啊 这个一个人如果是金钱的欲望大 特别看重金钱的话 那么这个人就可能会为了钱 无所不为 我不知道林峰成为中共的红人 是不是因为中共给了他很多的钱 他很卖力为中共去效劳 但是我们知道中共养股 的确向来是舍得下本的 舍得投入的 不过呢 不管林峰是不是为了钱 他参与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也就等于是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了 所以呢 我最后还是想把经常跟大家提到的那首诗 再重复一次 作为今天节目的结尾 顺风放火去烧人 忽地峰回烧自身 善恶到头终有报 恶人几个不遭遵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干净世界的新闻看点频道 会同步播出甚至会提前播出 所以大家可以先到干净世界来收看新闻看点 我希望大家能够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帮助新闻看点尽快成长 未来的某个时候 我们会把重心完全都放在干净世界里面 因为有的平台不友好 对我们经常有各种打压 使我们不敢完全表达自己的看法 大家听着也不够过瘾了 所以呢 我们就要逐渐地培养干净世界 新闻看点频道的成长 我们要让大家在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 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要在一个干净的世界来讲述真相 跟大家分享事情的来龙去脉 另外呢 大家知道这个干净世界啊 它有很多免费的节目 比如说电影啊 各个电视剧啊 其中包括很多好莱坞的大片都是免费的 大家可以自由地去欣赏观看 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宝贵的资源库 我呢就经常在这边看电影 每个周末我至少会欣赏一部好看的电影 所以啊 我建议呢 大家有时间的可以多在这边去看一看节目 跟大家说 这边的节目应该说真的是名副其实是干净的 干净世界嘛 就得有干净的节目 所以呢 大家可以尽情地去欣赏观看 当然了 我建议您呢 如果是第一次登陆干净世界呢 可以使用邮箱注册一个账号 这样啊 您不仅可以看我们的节目 还可以给我们点赞留言 那假如以后呢 我们不定期的举办一些活动的话 您也都可以参与进来 干净世界有什么活动呢 您同样也可以参与 这都是非常方便的 您不用担心个人信息呢 不会被泄露 所以任何一个邮箱 任意的邮箱都是可以的 安全问题呢 大家不用担心 干净世界非常注意保护个人的隐私 所以大家尽管放心使用好了 那最后我还是提醒大家 也是恳请大家 可以多多关注我的Twitter at沐阳909 链接我每天都放在视频下方 文字稿当中也有 请大家多多支持我 好了 观众朋友 咱们今天就聊到这 下周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